超常规的一些球出现 我觉得在这种比赛里 不是特别可能性 不是特别大 因为第一个呢 两个人的情况都非常熟悉 第二个呢 我觉得在这种比赛的 为了保证双方运动员的这种稳定性啊 包括一些基战术贯彻的这种执行啊 两个人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首先由方博发球 第一局 方博发球 0-0 漂亮 你看女女女上来就是试探 或者是上来就是 感觉发一发看一看 男女女上来直接比赛 正道正强 马上就是偷穷必见 比的就是技术 比的就是自己的真东西啊 快 哇 这个时候节奏非常快 如果这样就搭奏也对这种感觉 我们下来就能怎么办 走开 那就是这样的目标 那么这种感觉 我们下来就能做到一个 三比二 方博琳先 漂亮 三比五 第一 三比倫 五... 三比呢 二比 二比 三比 三比 谢谢大家 5比3 两个人的节奏 包括场上的这种 攻防转换的这种频率 的确非常快 可以说是转瞬即逝 两个人在攻防转换里面 都有调整都有变化 两个人在这个 比赛的那个相持 防守转进攻 包括那个 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梁静坤和方博的 正手都相当的厉害 背点了 方博 漂亮 哇 是的 方博还非常自信 对 非常自信 在对他的后半层 后面两个球里面 方博其实 刚开始 我觉得 方博是被动的 但是非常像 方博非常相信 自己的正手 嗯 嗯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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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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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相比刚才 打了这么多板 得一分 这个 赤阀球是有一点 就觉得这么简单 就失误了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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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6 3比6 8比6 方博的失误有点多了 最近几个球是平平失误 方博的失误有点多了 谢谢大家 哎 打球 看看方伯这一轮的发球 现在已经9比8 如果他再剩一分的话 还有得打 我觉得 因为现在场上方伯没有明显的优势 反而梁俊坤呢 打得非常硬了 对 即使是防守都是很硬 哦啊 9比9平 漂亮 方伯这个发球好的特点呢 又显现出来了 是的 但一般啊 方伯这个变化的发球 通常会在第四局左右出现 这个也是没办法 提前发了 对 你看9比7 他这个两个发球 虽然都是勾着手 但他落点不一样 第一个落的是梁俊坤的中间 偏右一点 第二个落的是梁俊坤的 有点便宜小山脚这一边 对 你挺起来 哎呦太好了 哇连续得分啊 是 所以现在是方博率先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你看方博这种特级运动员啊 真的是好多后 比如说后半程后手球 包括你有些球 你真的很难算得到 很难想得到 他后面的球数会出现什么情况 对 实比实 其实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就可以上岸了 因为我们方博是92年的 梁俊坤是96年的 所以对于梁俊坤来说 他打 还算新的一批 这一批的运动员 速度都会比方博92年那一批要快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 两个人在这场比赛中 第一局比赛里 把所有的技术战术 几乎都体现出来了 对 哇塞 这个 擦边了 没有没有没有 给擦上 没有 给我看梁俊坤指了一下 我以为 梁俊坤坚持是擦边 梁俊坤坚持是擦边 对 梁俊坤坚持 要看回放 但是裁判 现在是坚持他自己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现场 对 要打 可 梁俊坤 童辰坤 心疲 在 他 冰坤 冰坤 比赛 冰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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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裁判最终判决是不可逆转的 对 但我看方博好像是 可能会不会有意做一个失误呢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方博 是的 毕竟这样的决赛里边嘛 还是说每一分都很关键 因为从我这个角度看刚刚那球 你要说插边的话 也的确有可能 的确有可能 但是 是 有点 就伤促给了 也有点 最具有型的 新闻流 是 在这里 都尴会 做一条 盆 这个 是 自己的变化 我们看方博尔现在 第一局比较消耗的大 方博尔很多 我认为消耗方博尔很多体力 对 他已经是落后三分的情况下了 追评 方博尔应该我觉得应该拧起来 应该第一板球上手了 第二板球跟得又紧又快 而且方博尔你看他 第二板球做完动作以后 他打梁静坤的那个点 稍微偏中间了一点 不要梁静坤特别合理的 把球处理过来 很危险 这个就看着就危险了 是的 漂亮 哎呀 哇漂亮 因为因为对方博来讲 他很清楚再上来的时候 他连不上了 对 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一个 拿出质量的话 他下一板球他还是被动 他这板球选择的 我认为还是没有什么毛病 对 你可能动过有点 动过有点大的 不要拉手在前面直接就往前滚 就可以了 漂亮 发球直接得分 对 对 漂亮 漂亮 了 非常的快 小蝦 大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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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相持就看得出方博还是节奏上慢了那么一点点 梁敬坤的速度更快 漂亮 但是方博打球就是特别的细腻 他在每一个阶段发什么样的球 我要怎么来接 这个路数应该都是经过了大量的拆机 就是这样 发接发的环节里方博处理的的确要比梁敬坤要稍微细腻一些 但是方博在发接发的环节里 他的质量同时也得到了有效的这种保障 主要是梁敬坤现在在后手球 包括在后边的相持啊 包括对攻啊 包括攻防转 他这几个几个球里面处理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他不像方博这种 他想把节奏拉起来 他就可以 他想把节奏打起来 他就可以打起来 他想把节奏放慢 然后回头的话再转攻 从攻防转换上 这个体系里面他一直都有质量和旋转的牵制 始终保持一至两分的领先 梁敬坤一直在 一直在压着 在比分上一直有 一直有优势 有那么一点点优势啊 按照这种相持的节奏就一定是梁敬坤有优势的 对 尤其如果比赛在拖到第四局以后的话 感觉梁敬坤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对 特别壮实 但你看 方博就是特别细腻的这些 小的事情上的这些处理 就会觉得虽然我相持打不过你 但是我也不落太多的分 而且方博的正手其实是不落下分的 7比5 7比5 现在用梁敬坤发球 看看这轮发球 球下 挺起来 从这一局的比赛呢 我觉得两个人 谁先能把球的质量 第一板球和前三板球的质量 先加起来 先 先做出来 两个人谁 谁能会能上风一点 好 漂亮 穩住 小心方博要反动啊 这一局有点悬了 是的 现在9比5 梁敬坤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0比5 漂亮 11比5 第二局 搬回一局 双方打成1比1平 一平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方波一定要体现自己这种大将的这种大将之风啊 打出一些希望方波能打出一些高级球超级球 但我觉得现在呀梁静空的这调整已经把他的这个力量速度已经上来了 他不是那么工于算计 球处理的没有那么细腻 我单纯的就用力量来冲破你的这种紧密的整密的那种规划 其实第二局梁静空在发球前是经过精密的算计的 我觉得他每一个球都都是打得非常的合理 也就是导致他第二局能顺利的拿下 漂亮 这本球就好像泰山压顶一样 那球过去就不起了 对 大胖的力量确实厉害 是的 2比2 漂亮 漂亮 我觉得打入梁静空那种很稳很稳的进攻里边 其实方波是很难招架的 但是前两个球不一定 你的反手扛不过梁静空的正手 对 就是他们俩的正手对攻是最漂亮的 嗯 哦 谢谢 谢谢 你现在场上现在打到这种情况的话方波如果说想 如果说想把比赛拖到啊拖到对于自己有利的这个这个节奏上呢 我觉得应该方波把节奏应该带起来应该主动把节奏时间差包括时间的那个点啊 嗯啊把这个几个点啊包括自己的质量啊包括节奏包括速度啊都应该把比赛拖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节奏力 对 然后呢把啊 你看对方对方加力的时候方波其实没没有说啊退的很远 应该方波再往前顶一下或者说通过过度以后再把力量再加起来 对 现在的这个节奏我会觉得对梁静坤来说更有利是他更更适应的这个节奏 对啊因为梁静坤他不退台而且梁静坤现在把能把方波打下去 能打到后边打到后台那边 你看一直在前面可能扛一直在前面扛 对 相反有机会梁静坤还能把把力量加起来加上去 然后方波稍微哎没调整好以后然后方波就退退到后边去 对 拿起来 哇漂亮 看我们在第一局里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两个运动员的一个水平的全方位展示 嗯那在后两局再想得分的话可能就会看到他们单一的某一个方面更精湛的一些技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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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好 比赛已经又重新回到了6比6平 太不容易了 对 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期抛线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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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双方来讲这是一场苦战 心里的较量和意志品质 意志的这种坚定 我觉得还是最大的 我觉得整体的实力上还是势均力敌 那这时候你想拿分 你就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 可能说我心理上 我再一个球获胜了 或者是我的计划 我这个发球强攻 我更连贯我就可以得分 因为你在场上 如果没有很成熟的一些技战术 如果没有一些非常有把握的一些成功率 稍微有转瞬即逝 稍微你产生了一点动摇 一点变化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 整场整局的比赛 对 就是一两个关键球点也会这样 现在是梁敬坤 7比9领先 方膜发球质量很高 哇 漂亮 没问题了 方膜这个球应该还会发在一个正手 或者是中路一点的车下拳 因为两个人还应该 放控制 大丢了 所以现在方博的一个失误 梁静坤拿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 10比8领先2分 而且手上有发球权 11比8 梁静坤第三局获胜 10比8 梁静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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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多精彩呀 是的 这一个两个运动员的水平必须可以达到这么一个高度才能拉开这样子的对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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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方波方波现在在中间上中间发球 但方波的经验真的很确实很丰富 这场球有几个球 像经验球的处理啊 包括在打一些成功率搏杀的时候 他这种带着一些防守在进动作的时候 带着一些很保守的一些技术跟着一起进去 这个的确是方波的优势 但是现在呢才第三局比赛是7比5落后 从第二局开始 梁静坤就是一直有一两分的优势 一直在压着方波 现在方波老靠经验也不行 他必须要 他经验固然很丰富 基本功很扎实 包括在处理球和环节 处理球的环节里 相识 你看就来了 他把力量能加进去的时候 然后还能从防守相识转到进攻 这些都是可以 但是在梁静坤那里呢 他非常坚定打自己的一些 在进台 然后坚持着自己的速度 自己的变化 还有节奏时间差 来打方波的一些 用弱点来牵制方波 整个这局的这个相识里边 方波还是失误 方波没有动 虽然他有跑位 但是都是一些小范围的 但是你看梁静坤 几乎都是站在那里打 对 如果要是让梁静坤能动一动 他往那个左边右边 稍微掰开了以后 然后方波还能 他的回球质量也会下降一点 对 有机会反攻 稍微下降一点正手 方波正手 就能拔开手的话会 会好一点 对 好 方波依然是这个正手为发球 都不错 漂亮 突然发力还是挺奏效 好 哦 哦 啊 颜开要追上了 对对方反手一板 对 又是两分的差距 因为现在已经9比7了 这每一分都显得民族珍贵 对方博士第一局赢了 然后被梁金坤连班两局 现在是第三局 第四局 确实 漂亮 方博侧身 包括方博主动进攻的环节里面 他的动作非常隐蔽 真的非常隐蔽 我觉得啊 我觉得动作非常隐蔽 正是他的动作他想 他想加旋转 他想加速度 他都可以在一秒 或者是零点几秒之内 马上就把这个动作和这个节奏就加进来 对 这个方博的确体现出方博 这么多年的训练 基本功的这种优势啊 对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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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 是的 犹豫了 你这个时候应该上手 是的 这一个小小的犹豫啊 梁静坤就赢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是3比1战时领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局比赛开始 这一局比赛的话 看看我们房博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或者能打出一些更高级的一些球啊 嗯 对 好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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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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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tic 好 这样 梁静东把比方追上来了 6比6 我们看三中队的郭克力指导 叫了一个技术暂停 白石老师您觉得 这郭指导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郭指导会对他 在战术上和技术上 特别是针对方博系列目前的心理 他不会说有一个特别 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 他会对他台内球前三板 还有对方博这种 第一板起来 揭发发揭发的环节上 会做一些战术性的一些布置 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方博能 我觉得应该是方博还会 有一些高质量的一些技术 或者是说高级球 应该帮方博梳理一下 帮方博重新捋清一下 自己应该在哪方面着手 应该在哪方面 在下一个回合 下一局比赛里面 暂停结束的比赛里面 会怎样去做 郭指导应该在这方面 会跟他多说一些 因为这一局里面 其实方博也打出了几个高级球 我们看方博现在还是一直没有用 他那个勾手发球 还是在发他的那种 正常的旋转 正常的旋转 扯拳 白短 插网 上手 往前站 梁静坤还是顶住了 对 梁静坤 没办法了 现在如果打到这份上的话 梁静坤还是 一点 开局方博还领先 现在又被反超了 对 漂亮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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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一击 但是这个就没打上 刚刚那个球 真的是在做最后的情绪 是 如果要是成功了 8比7 如果不成功呢 放波可能也就 也就放弃了 也就很难翻盘了 漂亮 7比9 还有机会 是的 我们现在 现在依然没有 想把比赛调整到 在慢一点 节奏快慢的一个节奏里 还是 依然还是想正常打 正常发挥 依然保证了比赛的进度 漂亮 这个真的全都是靠作战经验 算计的特别精细的这个球 好 梁静坤的教练 叫了一个暂停 对 队员在场上拼 教练也在场下斗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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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9比8 放不发球 这样10比8 梁金坤就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对 两个都是硬汉式打法都是靠薄杀来取胜的队员撞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有那种寄生于和声亮的感觉呀 是的 哇 没有完全失误 方伯 虽败犹容呀 是的 最后也没有放弃搏击 同时也祝贺 同时也感谢 愿忍赞 嗯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频 3 感谢观看